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阿秀在嘉平郡的别墅里埋伏了警察 如果老黑灰出现则说明是唯一知情者老灰泄露的 结合之前 老灰让阿秀杀了大春后逃走 阿秀严重怀疑老灰就是秀霸的共犯 接下来的反转出乎意料 本集讲到当年秀霸责怪阿强绑架春嫂时 露出马脚 要阿强将春嫂推下悬崖后去自首 最后再找律师减刑 阿强提到可以让阿秀来做这件事 结果激怒了秀霸 被狠狠警告了一番 阿强表面上认怂了 却在秀霸离开了一瞬间露出了恐怖的表情 紧接着 阿秀胁迫阿珍拔掉了监控线 阿秀准备逃跑了 但又担心阿珍成为放他逃跑的共犯 因此才在监控里故意做戏给警方看 连他手里的刀都只是道具 压根没有刀刃 阿秀自主主张的行为 阿珍很生气 这下阿秀火了 自嘲道 好吧 我们也只是认识了14年而已 我还妄想你能立刻明白我的意图呢 阿珍震惊地问道 喂 你这是在冲我生气吗 想要两口经过撒狗粮食的吵架 阿秀好不容易冷静下来说出的春嫂 在老黑手里的情报 她要去救人 但阿珍不愿意阿秀独自行动 直接把两人拷在了一起 这时门外警笛声大作 老胡他们在老白的栽赃下找到了阿秀家 不过 警方却在这里一无所获 原来阿秀还在衣柜里 开发了一个秘密空间藏身 阿秀虽然熬到了警方离开 但在阿珍的坚持下 阿秀也只能硬着头皮带她一起行动 两人出门时 阿秀拉阿珍摘掉警员工作证 避免引起关注 阿珍取证时 差点被路过的自行车撞倒 另一边老黑将春嫂关进了大铁笼 遭到熟悉的环境刺激 春嫂猛然想起了自己被秀霸和阿强囚禁的过往 这地方正是当年秀霸囚禁被害人的地方 春嫂终于意识到老黑说 帮她找家里人全是骗人的 一转眼 阿强接到了老黑电话 老黑向阿强索要武艺来赎回春 阿强没想到老黑一直养的春嫂做秘密武器 嘴上答应交钱 脸上却是无尽杀意 画面一转 老黑脱衣缘约的警署署长吃饭 这个老狐狸一边装无辜 一边和署长拉紧关系 拜托对方共享关于阿珍的动向 现在全世界都在找的阿秀和阿珍两人 又在缠身的旅馆内进行洒狗粮食吵架 阿秀得知阿珍暗中对比的他 和保姆身上发现的指纹非常火大 阿珍却认为换了其他人也会这么做 阿秀盯着阿珍说道 谁这么对我我都无所谓 但对我而言你不是其他人呢 我好痛苦 阿珍 心想 你痛苦 我还委屈呢 我又没有读心术 怎么能指望我都知道 你的小脑袋里每天怎么想的 在她的认知里 警署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才想到阿秀去警署解决问题 阿珍看着阿秀嚷嚷嚷着着 我没杀那个保姆 忽然心疼地抱住阿秀 这是既当老婆又当妈 情绪稳定下来后 阿秀终于开始坦白所有情报 昨晚他被人骗到了保姆家附近的电话亭 曾经和附近一辆车的车主通过电话 试图索要行车记录仪 看看是否有拍到幕后黑手 阿秀和车主的通话记录算是一个小证据 其次 他有预感老黑手里的那个女人就是春嫂 如果现在阿秀去自首 警方在优先调查阿秀的同时 老黑一定会把春嫂卖给秀爸的供返 毁灭所有证据 阿秀自己陷入通缉的状态 其实是在暗示老黑他不是警方这边的人了 只有这样阿秀才能和老黑联手 此刻 正在店里买工具的老黑 也看到了阿秀身份曝光的新闻 紧接着他就接到了阿秀的电话 阿秀要求联手的内容终于浮出水面 阿秀指出他知道春嫂作为老黑的交易筹码还活着 而秀爸的供返是一个危险的角色 老黑继续和他交易下去必然是死路一条 阿秀提出和老黑联手交易时 老黑把钱取走 阿秀亲自抓住供返就出春嫂 证明自己的清白老黑隐隐被说动了 有些犹豫 之后老黑给春嫂送饭时打算丢硬帝 决定是选阿秀还是选阿强来合作 结果春嫂哀求老黑 就算直接杀了他 也别交给当年那个黄头发 老黑 从春嫂这里得知 原来当年秀爸并非自杀 而是被阿强从背后袭击致死 但是 春嫂被吓到 爆发出巨大潜能才侥幸逃走了 阿辉得知 传闻中死于自杀的秀爸竟然是死于阿强之手 他又看了一眼手上的硬币 最终做出了决定 另一边 阿秀反复在听电话中老黑的录音 这份录音虽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但基本可以证明而起无罪 阿秀打算更进一步拿自己当人质 引诱老黑 阿珍好像根本没在听 忽然伸出手要抱抱阿秀 阿秀没有防备 把阿珍拷在了桌上 其实 阿秀一直都有摆脱阿珍的打算 这一路往下凶险太大 他不能让心上人陪着一起冒险 阿秀摘掉了 被阿珍装了定位系统的手表 眼看老公要走 阿珍大喊道 你赶走我就再也不见你了 阿秀这个魔人的小妖精 回头就是一问 这一碗过分的咸 因为加入了眼泪的味道 阿秀笑着说道 我去去就回 要是不回 你打断我狗腿 阿秀离开时 和刚刚他偷偷叫好的服务声擦肩而过 这名服务声会发现被囚禁的阿珍 然后报警 阿珍被阿秀胁迫的假象 也会画上完美的句号 离开旅馆后 阿秀打给了老黑 拉黑终于答应阿秀合作 另一边 由于阿秀的事闹得太大 波哥拉美丽远离阿秀 避免被牵连 美丽顿时看波哥很不顺眼 本来打算避开大家附近监控的可疑分子住波哥家 现在也不管那么多了 拿了行李就走人 波哥回家拿着手机和车钥匙就要去追美丽 结果在电梯门口遇到了警察 以隐匿嫌犯阿秀为由带走了波哥 回归警署的阿珍上交了老黑和阿秀的电话录音 春嫂还活着 共犯另有其人 录音中透露出两个重大情报 让警署的几位头头们一阵头大 其中最终达成一致 暂时隐瞒阿珍回归的消息 警署长一边答应保密 另一边就把找到阿珍的事电话告知了老辉 议员组织的那个饭局看来没白组织啊 虽然组长没说录音的事 但还是透露出阿珍很坚定地相信阿秀没有杀保姆 挂断电话后 阿辉把这个消息告诉了 准备去跟老黑见面拿钱 阿强实在想不通自己的伪造哪里出了破绽 能让阿珍继续相信阿秀无罪 一场惊天杀局缓缓拉开了序幕 另一边 美丽回家时发现的可疑分子 两人在扭打时 美丽不敌对方 被摔倒在地 肩头的衣服破了一脚 好在老胡也在附近蹲地 及时抓到了可疑分子 他们的本意是来蹲阿秀 没想到还有一块收获 可惜这人只是个无良记者 天天蹲美丽家门口都是为了搞大新闻 一起来到警署的美丽见到阿珍 阿珍见对方衣服破了 赶忙把自己的衣服给美丽披上 之后审讯无良记者时 阿珍特地让同事询问无良记者凌晨2点30分在呢 他向一头雾水的老胡解释 昨晚有疑似共犯的神秘人 用默默动的公用电话 把阿秀骗了过去 这时同事把阿珍女儿小夏带了过来 原来珍妈看到新闻后直接病倒了 阿珍忙得查案 眼下只好把小夏交给美丽来照顾 之后 美丽去阿珍家打包小夏衣服的路上 意外从阿珍借她披的衣服里 放出了工作证 由于被自行车压坏 阿珍的面部已经看不清 这时波哥打来电话 他被警察查完就来找美丽了 见我只看到了孤零零的行李箱 美丽为自己之前过分担心 阿秀和波哥争吵道歉 还告诉对方可疑分子已经被抓走了 他帮小夏打包完衣服 就带着小夏去投靠波哥 波哥高兴的是 美丽重新戴上了波哥送的项链 波哥高兴飞了 抱着美丽的行李箱就回家 然而 这一面似乎很难见上了 美丽来到阿珍家里 发现门被敲开了 家里也被放了一团乱 美丽突然听到门外传来动静 美丽出门查看 发现灯被破坏了 黑暗中坐着一个口罩男 盼着美丽从阿珍家里出来 口罩男把美丽误荡成了阿珍 美丽意识到危险来袭 赶紧把小夏的房间门关上 让小夏从里头把门锁上 叮嘱小夏除了妈妈以外 不能给任何人开门 美丽戴上了阿珍的工作证 决定替地面来面对危险 此后 美丽从口罩拿露出的眼睛 瞪出对方 就是秀霸葬礼上出现过的共犯 他努力压抑着恐惧 这时阿强终于摘到了口罩 他查完阿珍面部损坏的工作证 后出把美丽当成了阿珍 美丽继续装阿珍 求阿强放过小夏 他像没有搭理对方的哀求 而是询问美丽 为什么那么肯定 阿秀有没有杀保姆 是否自己露出了什么马脚 美丽不知道老黑那份录音的存在 他凭着对弟弟的信任说道 我了解阿秀 他根本杀不了人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办法去增悟其他人 阿强被这个答案逗笑了 残忍的他对美丽下了毒手 还取走了阿珍的工作证 另一边 阿珍还不知道美丽已经替自己死亡 他刚从阿秀联系的那名车主那里 搞到案发当晚行车记录仪的内容 阿秀已经和老黑碰面 他们即将和阿强展开一场惊险万分的交易 重伤之下的美丽 想起了多年前的夏天 自己和波哥阿秀一起玩 那是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美丽带着遗憾 意识也渐渐模糊 美丽被杀 阿珍又会变得怎样呢 阿强最后放过小夏了 好了 本集结束 大家要是有任何评论推理 都欢迎评论区见哦 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下一集吧 本集结束